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有毛心理 今天是我們這個月的最後一集 也是我覺得在這個性創傷 如何影響到自己跟班女的主題上 今天這一集其實是我請惠聞心理師 特別來談的要加的一個主題 因為其實我真的有犯有個案 他其實他自己有受到性創傷 對 然後也的確影響到他們的伴侶的關係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我們可以來做伴侶諮商嗎 或者是我們在伴侶諮商裡面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或伴侶諮商可以怎麼協助到我們 所以我想一定這個議題一定是 好多好多有性創傷的經驗的人 或者是他們的伴侶可能搞不好都思考過的一個主題 就是伴侶諮商我們來談 可以怎麼樣協助我們來改善 所以我特別請這個惠聞心理師來 也來跟我們大家說明一下這件事 不知道在惠聞你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就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們的伴侶諮商在做什麼 大家應該要先對伴侶諮商在做什麼這件事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 然後你再去談說 到底對於這種性創傷的伴侶 我們可以發揮的功能是什麼 對 所以我想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EFT取向的學派 所以我就從這個取向的觀點 去跟大家分享說 那通常我們在看一段關係 好不好到底會怎麼樣去看 OK 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 有三個字母 英文字母 大家都知道國外很多理論 很喜歡用英文縮寫來說 那這個縮寫是ARE 那什麼是ARE呢 它其實就是指在一段關係中的可親性 然後回應性跟投入性 那我就一一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可親性的 可以親近的意思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很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ACCESSIBILITY 這個A開頭的這個字 其實指的就是說 我覺得你是很好靠近的 然後我是很容易找得到你的 對 這其實就是可親性 所以大家應該蠻好想像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啊 可能就是LINE一下對方 對方就會回我訊息 它不會突然消失三四天 喔 對對對對 這蠻重要的 OK 就是我其實是可以找得到它的 喔喔喔喔 就是我是可以 就是好像需要它的時候 找得到人的 嗯 這個其實是可親性 嗯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可親性就是 它今天不會一直都板著一張臉 我自己有看過很多在物談室里的夫妻啊 很多因為可能他們關係問題已經卡很久了 嗯 一走進來喔 兩個人臉都很臭 或者是 對然後兩個人都不看對方 對那這樣子的狀況其實就是可親性顯然是低的 就算找得到 對 但是沒有什麼要回應 就喔喔喔我在啊我在 就這樣而已 可能就是連坐的距離都拉很遠 對一個坐沙發的這一頭 另外一個坐另外一頭 嗯 對那這個可親性顯然是不太好 就同在一個空間 但是好像兩個人也不太想要跟彼此交流 嗯 那第二個就是回應一行 就是字母是R Responsiveness 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其實是 我去找他 我跟他講話 我跟他有互動的時候 他是有反應的 那我這邊要特別聲明喔 反應不等於答應 喔再說一次 反應不等於答應 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人以為說 哎呀我回應指的就是說 我今天你想要什麼 欸老公這個買給我 你就要答應我 這個才叫做有回應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就是大家不要因為這個 就是回應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誤導 就覺得說 他一定要同意或答應我所有的要求 才叫有回應 那如果現在流行一種 欸老公 喔這算有回應嗎 我覺得在EFD裡面算是沒有 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們在講有回應的時候 我們很重視的是 我的情緒 有被接觸 然後我可以相信你在情感上面 或者在我們的關係上面 你是會願意回應我的 嗯 舉一些比較具體的例子 來講好了 像是說第一個 我如果需要人安慰我的時候 你會願不願意陪伴我 然後願不願意安慰我 我陪你啊我再看手機 這就不是啊 這不是 這好多伴侶都會這樣 對 然後那個陪伴 對很重要 那什麼叫做有陪伴 或什麼叫做就是真的有回應到 重點其實是我有感覺到你在陪我啊 因為這就是很多人在講的嘛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其實 如果我 有人說就是好像我們都在一起 但還是好寂寞嘛 對 就是結婚好像還是單身 對 這種就不算是有回應性嗎 對 就是像有些民族 就同在一個空間 可是就各做各子啊 然後結果那個先生就覺得說 那我今天不是都已經花那麼多時間 跟你同一個屋簷下了 這不是就是有回應到你了嗎 我有回家 我有回家 然後我就人就在這裡啊 你都看得到我啊 所以我不是就是已經這樣很OK了嗎 對但是對某些人來說就會覺得 是OK的 有些人真的就覺得你在旁邊就 有人是可以的 對有些人就會覺得這樣就有回應到 但有些人就覺得沒有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可能要去考慮另一半的感受 這個才會是我們去評估 有沒有回應性的一個重要的準則 他又覺得我有回應到他嗎 OK 那第三個投入性是講 一就是engagement 投入性大家應該 顧名思義就很好想像嘛 我對這一段關係 感情婚姻投入多少 那比如說投入金錢也是啊 投入時間也是啊 投入我的時間去陪你 比如說我假日可能就會播出時間 我帶你出去玩 這算是投入 這也算是一種投入 對所以我覺得投入性這個部分 大家應該就比較好動 對這三個跟伴侶 如果伴侶跟性創傷的這個 要不要來做諮商的關係 會怎麼樣有一個重一個連結的部分 我們剛才講的那三個 其實是我們EFT學派在評估一段關係好不好 有沒有安全感的指標 對 所以我們談到性創傷的主題的話 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有性創傷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跟大家介紹過嘛 其實這樣子的另一半 他自己的身心症狀是很多的 然後他情緒是不穩定的 跟人的關係可能也是 沒有辦法那麼穩定的 所以很有可能 你光是透過我們剛才的ARE去看 你就會覺得對方可能不是那麼好靠近 然後他可能在跟你相處的時候 他對你的態度可能也忽冷忽熱 就是他沒有辦法那麼穩定的 就是好像每一天都跟你很好 甚至他有的時候 會在生活或人間蒸發 或他有時候想要從這個關係中抽離一下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在跟性創傷的伴侶互動的時候 很可能那個可親性 回憶性還有投入的程度 其實相對的可能都是不太穩定的 不太穩定的 就是不一定是很多 不一定很高 是時好時壞 可是好像也不能就代表這個關係 不愛了或怎麼樣對不對 因為應該說那個人他其實是受傷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很多的夫妻或者伴侶 他們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對方不想要我 或者是不是對方其實不愛我 他們會有這樣的誤會 但透過這個影片 希望大家也可以認識到說 這可能是跟他本身的創傷議題是有關的 對 他可能因為受著創傷的影響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可能一直跟你穩定的保持連結 因為我們就說嘛 受到一個創傷的影響 他可能沒辦法一直持續的跟你有那個 連結在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有這些性創傷專業的知識 你就會清楚知道說 他不是不愛我 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真的覺得我不好 所以他才要跟我拉遠距離 我覺得這好重要 如果假設真的有一半 有另外一方 他的確他的伴侶就是 這些可親 這些這三ARE很不穩定的時候 就要拉著他的那個另外 受傷的另外一半來做伴侶至少嗎 我覺得這個主題一樣 就是我們之前都有去分享說 對於性創傷的受害者 其實很重要的是要尊重他們的意願 所以我覺得一樣 拉到這個 就是要不要去接受治療的這樣子 的一個方式 當然還是要透過他們自己準備好 就像我們之前影片中有講到的 真的他要接受專業的一些協助之前 他也是要先準備的 他也是覺得說 他有想要過來 我覺得這個意願很重要 那因為 甚至我自己在我的實務工作經驗裡面 我常常碰到很多的性創傷的倖存者 他們其實在親密關係中有滿多困難 可是他們其實不知道跟他的性創傷有關 對所以我覺得說你如果今天只是 比如說你們關係相處上面有一些問題 然後你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跟我們各自的創傷有沒有關 我覺得就是你們可以先去做一些交流啊討論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重點並不是在你們要不要來諮商 而是你們自己有沒有先去想要理解對方 然後想要去跟對方去做一個交流討論 但當然如果你們在這個過程中有困難 我們就是專業人員就可以提供協助 但前提也是你們要願意 所以惠文的意思是說 其實不是要不要來談伴侶諮商 而是先問問自己也先關心對方 就是我們要不要先來了解一下我們彼此 但是如果在了解的過程中還是發現彼此的衝突啦 或者是情緒啦各個部分啊在讓溝通的這個難度是增加的時候 那如果有時候透過第三者一個專業一個心理師來協助我們來做一個調整 其實是也是可以的 對那甚至我覺得有的時候不一定是好像把這個伴侶諮商當成一個好像是治療 我好像要治好什麼東西 或者我們也不是要把它當做一個 我們過來諮商做伴侶諮商 就一定是要把我們的關係變成怎麼樣 但是很多人來想耶 有些人一情伴侶一坐進來就說心理師幫我治好他 心理師幫我把我們的關係弄好 然後就坐著 對對對 真的會有這樣子類型的民眾 就是一進來舞壇室 然後希望我們很像有魔法棒一揮 然後那個所有問題自動解決 對但其實我們真的沒有那麼神 還是需要大家的幫忙跟我們講說你們相處的經驗是什麼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做到比較是關於夫妻性創傷的一些經驗 對那我比較不會一開始從性的這一塊去切入 因為對台灣人來講 一開始就要談性其實有點困難 他光能走到物談是已經滿了不起的 他就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所以今天即便我可能已經透過一些資料 透過他們預約表單 或一些法院的報告 知道說他們是有性創傷的議題 但我一開始最重要的 還是會先去了解他們現在 怎麼看他們現在的關係 然後在看到他們現在的關係的時候 然後有的時候我就會注意到說 有一些關係的層面的困難 是跟他的身心狀況的反應是有關的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解離也好 PTSD的反應 然後各種的害怕恐懼 或者做噩夢等等 這樣子的反應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那通常身為另一半 在這個時候就會卡住 就會想到說 那我要怎麼樣靠近他 我要怎麼樣幫忙我的另一半 然後光是這個解離 沒有辦法接觸的情況 就已經讓他們衝突有可能飆升了 所以其實聽起來這個過程 不是一次就可以搞定 通常我們都會做二十幾次 如果真的是像性創傷的伴育 就是我們至少都會做二十幾次 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治療 比較是一個長期的治療 所以最後我就是想要回應到 這一個我們這一集的主題 就是那所以我們的伴侶如果有性創傷 有影響到我們的伴侶關係 需要做伴侶諮商嗎 那當然身為我專業人員的建議 我就會覺得要 因為那個創傷的反應真的很複雜 那至少在我的陪伴或我的協助之下 可能可以讓夫妻或伴侶雙方 比較更清楚的知道說 到底哪一些關係互動 其實是跟那個受害者的創傷的 PDSD或解離等等的反應 是有關的幫助你們切分說 這個真的不是他自己想要的 也不是他故意這樣 他沒有惡意 我覺得光是去切分出來 做這樣的心理味教 然後後續再去看他們關係中 衝突的點是什麼 其實是會更快梳理出來 他們關係的問題 今天謝謝惠文 或這個真的這個月 要謝謝惠文來講這個主題 那惠文剛剛提到說 伴侶諮商要做二十幾次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在做這樣 跟個案做說明的時候 他們就會嚇到 要做這麼久 但是我們說真的 我真的還是要跟大家說明一下吧 就是 心理諮商也好 伴侶諮商也好 它真的不是一個 就是特效藥 人測超快的 就是一次然後兩次 三次四次 就一定可以搞定 不一定 當然每對伴侶的狀況不一樣 可是真的要說 不要 請大家不要帶著太高的期待 或者是心理師就是超級厲害 就是 談一次就一定可以讓我們兩個人改變的 這樣的一個高期待來 通常其實 也是有可能會失望的 因為其實你 搞不好你看你們 你們可以想像 你們的關係可能 不好了好幾年 然後你們坐下來 90分鐘 80分鐘 90分鐘 就要搞定 這個如果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的話 我覺得我們實在太厲害了 但是 在我們的訓練裡面 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這是很現實 但是也是很實際的問題 也在這個影片裡面 讓大家了解 好 那我們這個月的這個主題 就到這邊了 當然我知道其實性創傷的這個主題 非常的複雜 它其實有更多可以很細緻的東西 是可以討論的 我們後續也可以再繼續拍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 很高興你這個月都 觀賞了我們擁抱心理的這個影片 擁抱心理真的很期待 可以透過這樣的影片來宣傳 宣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讓你關心自己也關心你的清風好友 那我們下個月見囉 掰掰 掰掰